講到中國的科技也 百度一定排在前面 而且李彥宏根本就是 整個中國科技界的 泰山北斗少林武當 可是我覺得 就發現中國什麼都是騙的 什麼都是假的 他居然被人家踢爆說 他很多東西都是假的 什麼都不懂 沒錯 但是為什麼他這樣說 我們如果講到中國的 這個AI裡面來說 百度絕對是最厲害的 特別是百度有一個叫文心一眼 他們就說我們有做出 類似像CHATGBT的這個產品 而且之前李彥宏 就是百度的老闆他說 我們跟CHATGBT的差距 只有幾個月而已 他還這樣講 就這樣講 CHATGBT差幾個月 對 最近有一個叫 百川智能的創辦人 王小川 他就直接來踢爆你了 他說他是 他活在自己的幻象中 那是幻象 他很魔幻主義 然後他說他去年2月就喊出 比CHATGBT只有差 OpenAICHATGBT只有差幾個月 已經有夠幻覺了 所以他等於是踢爆說 你根本就是胡扯一堆 假的 對 那好 那為什麼是胡扯呢 寶傑我們知道 最近一段時間 因為這件事情 大家網路上笑笑他 但是主流媒體都不太敢爆 因為為什麼 因為文心一眼 或是說百度是中國的國家 對他們未來的發展主力 怎麼有可能 可是現在網路上就流傳非常多 大家都去輸入一些文字 他就真的很相當相當的 我們看了真的完全傻眼 你說百度嗎 對沒錯 百度的AI完全不能用嗎 譬如說好 他們輸入一個就 給我一個老婆餅 結果老婆餅 保證 他生成出來的土是這樣一個 他就老婆 然後餅 這樣一個 給我老婆餅 就是這樣一個 老婆餅就是這樣 然後另外他們還有一個更誇張 現在網路上大家都在講 他們因為我們知道 很多人喜歡輸入一些特殊文字 譬如說給我一個初中生 然後黑頭髮 學校穿著 然後他有二次元的世界 二次元世界其實就是所謂的漫畫世界 這樣一個臉 結果他這個出來的時候 真的是二次元 他手是往後折的 然後他臉完全是 真的有兩個臉 他想說 兩個臉 人家這二次元 你還真的給我兩個臉 他就很直覺的 這樣子出來一些圖片 完全被他說 真的是太誇張了 結果他還這個 你彥宏還自己說什麼 我們的應用超級有價值 我們還比這個騰訊 比這個抖音強十倍以上 結果大家就說 而且他還說 卻GBT4的這個生土文的能力 還落後百度 結果他根本就是 你完全在講空話 你講一些 真的是太誇張 所以你說從這邊 可以看得出來說 中國的AI 真的是遠遠落後了 對 為什麼遠遠落後 寶傑 因為很簡單 因為他目前為止來說 他們的整個這個CPU 被人家限制住 就美國從去年開始限制之後 你去年或許還跟美國有得拚 可是我寶傑 我跟你講 那現在B100 B200出來了 它是H100的30倍 你覺得明後年會差到多少 我運算能力是你的30倍 所以差距會越來越大 但是李彥宏還說什麼 李彥宏他還說 我們現在用什麼擺模大戰 是浪費這個資源 為什麼 因為中國現在就是 反正我要缺GBT之後 你知道一窩蜂就來了 中國目前為止的 生成的這個GBT 類似缺GBT 有一百多個 那中國就很喜歡搞這種 大規模 我們要大量的做 結果李彥宏說 不要做這樣子 為什麼 因為他希望能夠把資源 都統合到我的身上裡面來 那現在中國要 還要騙錢 對 那因為現在中國 還怎麼不做呢 現在中國有一個最新的文件 我們知道之前有一個 Delete A的文件對不對 他們現在最新的文件是說 他們現在要求 中國所有的AI生成器的公司 你不要用美國的產品 NVIDIA那些你都不要用 你用中國的產品 像現在的這個 這個所謂華為 華為已經把所有的這個資源 弄去生產AI晶片 它現在的這個手機晶片 它做得比較少 它要弄這個AI晶片 它做得出來嗎 它目前為止 當然只能夠用這個 這個所謂的 這個中心的5奈米的這個技術 那物體是現在中心只有7奈米 5奈米還做不出來 而且它量率非常低 但是中國反正沒辦法硬搞 硬幹下去 看能不能夠 不要跟這個美國的AI差距這麼大 所以跟你講 你看從有人去踢爆 這個王小川踢爆說 你這個文心價值根本就很爛 終於中國終於有人敢開槍 打向這些所謂的正式發表這個AI 這個所謂相關的 TrackGP相關軟體的人之外 他們現在證明說 他們的晶片落後美國一大截 特別是在B200發布之後 這個差距只會越來越大 而且B200現在是差這麼多 而且沒多久之後 黃英勳還要再發表新產品 幾個月之後 可能差距就拉到這個數百倍資源了 所以我覺得中國的AI來說的話 恐怕會被限制在 目前的發展的格局裡面 我們剛剛講的就是 當NVIDIA發展100H100 發展TrackGP的時候 這個AI的世界已經來臨了 AI已經可以更能 剛剛講的 它更可能偽裝 它更可以模仿 它更可以分辨 已經是橫空出色了 可沒有想到 它現在是A100 H100 不夠看了 再搞了B200 B200剛剛講的 在整個性能 訓練速度跟效能上 都比過去快了10倍以上 沒錯 保健 昨天的這個黃仁勳 在GTC大會來說 他展示了他的新晶片 還有展示了他的所謂 AI宇宙 我跟大家講 下幾個結論 第一個結論就是 人類的算力呢 又叫前一天推升了30倍 一口氣30倍 因為從它以前的H100 到目前為止的B200 然後來說 你看這樣跳升了30倍 所以我們整體的人類的智能 又往前推進了30倍 另外第二個是什麼呢 人類到底未來 還有什麼可以剩下來 為什麼這樣講 第一個 現在AI已經取代 我們人類的腦袋了對不對 我們想 我們形體還有用嗎 沒有 昨天在GTC大會裡面 一口氣展示了這麼多機器人 你說每個機器人都有他的功能 對 他就說未來的機器人呢 恐怕會很快就降臨 尤其是根據這個學習之後呢 機器人可以模仿人類 所以有一天呢 我們人類的形體 搞不好 會被機器人所取代 所以他的運算速度更厲害了 他的效能更強了 他的這個教育訓練的能力 更強了以後 對 他學習能力 就會比人類更厲害了 對 而且他說什麼 未來所有的人都可以使用AI 因為他有一套軟體出來的時候 你可以使用任何的AI 所以你看 這就是他昨天展示的這個機器人啊 非常非常可愛 有非常多機器人 對 他還跟他 不是 這些機器人看到這兩個小傢伙的時候 還會揮手打招呼 他們自己揮手打招呼 整個感覺跟過去我們的AI機器人 完全不太一樣 那他同時 他們有自主了 對 那他同時還昨天還說幾個應用 包括說未來可以用來氣象預測啦 製造業的這個智能工廠啦 未來的這個自駕車領域啊 還有工廠的這個機器手備 你看 無所不包都可以用到AI 那裡面來說的話 寶傑我必須講 他昨天還很刻意的展示了什麼 台灣 對 他在這個氣象預測 還有在製造工廠裡面來說 他都用台灣當成是一個模擬 所以說黃文軒對台灣是真的有感情 在這麼重要的發表大會裡面 他把台灣當成核心 台灣不但是AI的剛剛講的製造生產中心 台灣竟然也是AI非常重要的運用中心 在氣象預測上 在產業智能工廠上 對 台灣都是重症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影片都是他昨天晚上所公佈的相關的這個照片 這個影片跟照片 你看他把台灣放在他整個螢幕的這個中心 所以你看可見 他不只是供應鏈需要台灣 產業需要台灣之外 台灣目前為止應用也是他目前為止在重點合作的一個對象 所以我們現在才知道說原來我們的中央氣象局跟這個TRAPGTV 我跟你講跟NVIDIA已經密切合作了 對 我們用他們跟NVIDIA合作打造一個數位分身 簡單來說就是在創造一個地球環境 那地球環境來說就先跟現在地球是幾乎一模一樣的 但是只是一個是虛擬一個是真的 好 那我們在看這個很多數據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把輸進去所謂虛擬的這個 這個所謂AI裡面 剛才講我把這個風速我把轉速 我把所有東西的變速全部輸進去以後 對 我輸進去的變速越接近真實的地球 它產生的這個結果就會跟地球一模一樣了 我們就可以用這個數位分身來判斷未來的這個狀況 如果假設不準的時候再回歸給他 他可以判斷的越來越準 好 那這到底有什麼厲害 他就說你看 目前為止台灣怎麼判斷 包括說整個暴風的這個走向的這個狀況 颱風走向 這個颱風怎麼走怎麼走的這個狀況 我們以前他就說 我們知道這個就有點類似像衛星這樣的判斷 衛星來說的話 他以前可以判斷25公尺25公里 就是說我一個點一個點可能就25公里 那25公里問題是準確度有差 誤差很大 對 他用這個數位分身之後 他用這個更強的算力進去之後 現在的誤差就是2公里 也就是說我可以看到2公里2公里 也就是說我大概可以知道 2公里之內的微氣象是怎麼變化 那如果2公里未來發展變成200公尺的話 那不代表我天上有哪一片雲通過 我都可以看出來 隨著運算力不斷的增加 的確是可以做到這個樣子 他就說來目前為止來說話 我們就講這個解析度提升12.5倍之外 運算速度比以前增加1000倍 然後能源效率可以這個減少 大概約莫只有三千分之一 也就是說未來可以生成更多更多的預測 預測會越來越來越精準的一個狀況 這是他跟台灣互相合作的 所謂的這個氣象的相關的這個節目 而且他講說不但是在我們跟中央氣場局 跟他合作之外 我們的工廠也導入這些東西了 是沒錯也就是說現在我們就講 我們要蓋工廠 譬如台積電要蓋一個工廠 那蓋工廠我要怎麼去蓋 那未來就可以用這個 這個所謂他們的相關軟體的這個開發能力之後 我可以開始進去用個虛擬的工廠 保健 實際上這些目前為止 我們現在看到的東西呢 它原本都不存在 也就是說我可以先虛擬一下 然後我可以讓人家模擬 來說未來這個機子放在這邊 那轉圈走動會怎麼樣這個狀況 我完全模擬 模擬得越來越精準之後 你看我就可以照這樣去蓋 你看這個原本是這樣子 可是你看它螢幕看到裡面是滿滿的機台 事實上這邊是都沒有那個機台 空的 所以就是說我可以用一個空的這個 這個所謂的場域呢 我模擬了未來可能擺的這個狀況之後 我模擬了差不多之後 我再把真正的機台搬進去 用這樣的方式來說 你可以算出最有效率的擺設方式 對 所以這一套東西呢 目前為止來說 偽創這個他還特別展示說 這是他們跟偽創互相合作 那偽創的工廠就是透過這一套模式 弄出來的一個狀況 那這裡面來說 未來有非常多的應用 譬如我講的很簡單 譬如我們台積電 目前為止就有用這個 所謂AI模擬的方式 你說為什麼AI的量率 台積電量率這麼高 台積電為什麼可以碾壓 Intel碾壓三星 對 請你說跟這個都有關係 對 沒錯 它用什麼 它用這個 你看它能夠碾壓三星 三星目前為止來說 3奈米 5奈米的量率都會爛嘛 那現在三星也說 我想要學你這個技術 它也就是說它用一個 類似是自我學習的能力 模擬在旁邊 模擬旁邊之後 我回饋拿到數據之後 它能夠怎麼精算出來之後 我再回饋到我的這個生產線 所以這一套東西 目前為止已經用在 我們的工廠 還台灣的很多東西 都已經用到這一套 那他昨天特別把它解釋了 非常清楚 就是台灣在這裡面 扮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 這個角色 而且你說現在這個應用 是因為現在進到了B200 它更可怕 我剛剛看這些數字 導播我們再檢驗一下 這個數字很恐怖 它的B200是H100的7倍 訓練速度是H100的4倍 它的晶片速度 比以前還快30倍 成本耗能 居然比以前低了25倍 然後裡面 這麼小的晶片 就那麼一點小晶片 是 裡面竟然有數千億顆的晶片在裡面 沒錯 我們講 它昨天展示的晶片裡面來說的話 就是一邊是所謂的這個H100 另外一個就是B200 這個H100來說 我們仔細來看一下 就是這個是H100 那這是B200 B200其實沒有大多少 但是它的效能快30倍 那這個30倍來說 我們再仔細講一下 它裡面一些參數 他說裡面來說的話 一個大概是1.8萬 1.8兆的這個參數模型 就是GPT3 GPT3的話 以前要8000個這個H100 那消耗是15 15MW的電力 現在只要2000個這個B200就可以用了 而且耗電量又大幅的減少 簡單來說 這個所謂B200來說 它運算速度更快 同時之間的效能比較低 那同時之間它還講什麼 它還講說 這裡面來說 我們知道這裡面 我們所有的電子晶片 都要看電晶體 過去在H100裡面 有800億個電晶體 你可以試想一個晶片 居然放了800億個電晶體 那你在新的這個晶片裡面 放了2080億顆電晶體 2000億顆 2000億顆電晶體 在這裡面 在這裡面 你就知道這是工藝之細微程度 然後你說這是台積電 4奈米做的 5奈米家族衍生出來的4奈米 然後它同時用ChipLED這個技術 用兩顆整合成一顆晶片 這個技術都是相當相當 台積電幾乎是獨家所擁有的這個技術 所以它展示的同時來說 它其實也告訴你 它為什麼要把台灣放在這個整個 發表會的這個重心 因為台灣已經開始在用 而且你看它展示出來之後 沒有台積電的技術 它絕對也做不到 這一顆晶片的這個效能 那你根本不用講 還有很多偽創 廣達 鴻海等等跟它合作 所以台灣絕對是這場GTC裡面 在說話 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之一 而且你特別提醒我說 最重要的未來 昨天黃仁勳除了把台灣展示出來 把台灣放在整個會場的中心點之外 更關鍵的是他的機器人 他的機器人他也講 未來所有移動的東西 都將是機器人 對 我們仔細來看一下 昨天他所展示的東西 我們看他昨天展示 非常多款的這個機器人 因為他有一個人型機器人這個平台 叫Project GR00T的這個模型 也就是說他用這個模型基礎 他未來的你只要有這個模型之後 你可以導入讓他學習 他可以用語音學習 然後你也可以灌給他資料 然後他也可以模仿你的這個姿態 我們以前有看過鋼鐵的 不是有個機器人是看你這個動作學你嗎 他未來也可以這樣 他可以學你的動作 那當然這個還要隨著這個機器人的本身 所以鋼鐵擂台的世界會來臨 那類似他知道你的本身如果機器人的 這個所謂的這個關節啊 什麼越多的時候 他可以學得當然越加精密 那過去我們可以講 機器人就是這種機器手臂啊 機器人就是很多這種自主的搬運機器人 這種是過去 未來可能有更多的人型機器人會出現 他更像人了 對 越來越像人 我就講他有非常多可以這個 你看 你可以輸給他資料進去 然後你可以灌給他一些相關的資料 然後你可以用動作模擬 他也隨時在看 你看 當你在打鼓 這個機器人就可以學習你打鼓的姿態 當你在做這個運動的時候 他也可以學習你在運動的姿態 對 他可以模擬出 你目前的關節怎麼動 然後我可以怎麼像去 這個機器人怎麼去學習 怎麼去模擬 所以那事實上他昨天所接觸的 這個所謂的Project的 GR00T來說 告訴你說 搞不好機器人的時代就快要來臨 事實上伊隆馬斯克也認為說 機器人的時代也快要來臨 隨著他昨天的算力一口氣 提升了30倍 然後有這麼多的這個新的這個概念 出來之後 我相信人類的AI時代會走得更加快速